胡錦濤、溫家寶曾批示的大案 習近平轉風向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河北大午龍目集團負責人 孫大午及家人 集團高管20餘人 去年11月被警方特責拘捕 4月3日微博帳號 孫大午疑帝式發文說 孫大午等25人被拘捕至今 已有4個多月 案件沒有任何進展 在大午夫婦兩對兒子及兒子 兩個弟弟全部被拘捕的情況下 我們作為孫家的媳婦 不能再沉默下去 微博孫大午三弟息 則發表給大午集團員工的一封信 在向集團員工致謝的同時 講明了案件進展 我們聘請了包括慈豐生、楊斌、 王萬瓊等多名 國內頂尖法律團隊介入此案 並聘請鄭成月擔任集團顧問 信中說律師們經會見了解 初步認為本案大多罪名不能成立 更不構成涉客或涉惡 接下來一方面法律團隊 將遞交意見與證據 4月4日孫大午案律師團隊解釋說 目前此案涉案人員30人 孫大午及孫德華、孫志華、孫盟、劉平、 根鳳宇、幾位連7人 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地點不長 另有5人取保候審 其餘18人分別被關押在保定市看守所、 高碑店看守所、滿城看守所等地 律師團隊透露 逮捕文書稱 大午案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尋人之事罪 罪眾擾亂公安場所秩序罪 破壞生產經營罪等多項罪名 且現有法律文章 顯示辦案單位並未認定涉客 但需要高度警惕的是 本案不排除 被認為拔高位 涉客涉惡的可能 4月5日 孫大午律師團隊成員之一 楊斌接受自由亞洲採訪時透露 孫大午一案 從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可能升級到涉客涉惡罪 中共要將孫大午 描述成涉客、涉惡的無良商人 這是孫大午多年好友情鐵軍來看 就好像要鬥誇、先鬥臭的節奏 前澳門大學教授情鐵軍說 這個完全是顛倒黑白、抹黑大午的形象 大午集團是中國500大民營企業之一 有員工9,000多人 固定資產20億元 年產值超過30億元 孫大午於1984年創辦大午集團 當時僅1,000隻雞、50頭豬的養殖場起步 最後發展成省級農業產業化 經營重點龍頭企業 並建醫院、設學校、經營旅館 孫大午曾公開說 大午集團不以營利為目的 而以發展為目標 以共同富裕為歸宿 在被捕前 他發微博說 人在高處有尊嚴 在低處有底氣 暫低位一些才看得明白 才能夠踏實做實事 我們永遠是小人物 是做大事業 網上資料還顯示 孫大午辦醫院 當地村民與員工 只要花人民幣一元就能就醫 他辦農民技巧 讓當地村民免費上學 身為社會學者的程鐵軍說 大午集團在河北發展成功 口碑好 就為實踐各富民強 勞資共和 共同富裕理想 在他眼中 孫大午才是好民企 讓當地農民百姓 過上更好生活的良心企業家 但中共治下 容不下孫大午這樣的良心企業家 孫大午曾數次捲入法律官司 2003年4月 大午集團官網發表 《小康社會的建設及難點》等文章受警告 警方稱 文章嚴重損害國家機關的形象 下令整頓網站停業6個月 同年5月 孫大午又因集資1.8餘億懸疑被捕 當地法院之後 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罪名 判處孫大午有期徒刑3年 緩刑4年 程鐵軍對自由亞洲電台透露 孫大午2003年被捕時 在各界呼籲奔走下 據說當時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 和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都在他的案件信息上批示 對於影響比較大的民營企業家 農民企業家處理 要特別慎重 他才被輕判 程鐵軍還指 孫大午當時是復發不認罪 因為他一向規矩舉舉做生意 不認為自己做錯事 出獄後 官方試圖收攏他 要他在地方作黨委書記 被他拒絕 因為他不願以黨代政 黨政不分 只想專心經營企業 那也在地方官員心中留下陰影 程鐵軍呼籲 大午集團不靠貸款 不靠國家投資 完全靠自己拼搏累積 這種內生型的企業 是中國的驕傲 這樣的企業 你要將它捏死 老百姓會反彈 更關鍵的是 這是違背歷史大方向 倒行逆施 程鐵軍表示 有良心 明白的領導人 必須要慎重考慮 他相信上面有寬大 是寬容看待大午案的機會 但不知道中國 還有沒有這樣的領導人 同樣身為民營企業家 目前流亡美國的前清海省 政協委員王瑞琴說 他最後一次見到孫大午 是2016年 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的 一場活動上 當時孫大午跟他說 有條件的就得走 他說 你為什麼不走啊 孫大午說 他是農業項目 無法連根帶走 他要堅持到最後 王瑞琴表示 孫大午在當地影響力太大 有關注公共事務 思想開明 然而 中國大環境已經變 容不下孫大午門 2020年5月 孫大午曾在網上 表達對許智永等維權律師的讚佩之意 他們讓受害者看到一點亮光 保持了一點對法律的信心 點亮了他們生存下去的希望 孫大午10月受訪時 也曾批評中共經濟體制 公有制度是共產黨發明的 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理應是私有經濟 但是實踐上很難實現 王瑞琴說 現在官方將常規的民事糾紛 要往薛克上吐 就是為了下一步 沒收你的財產 因為薛克的收入 是全部要沒收 中共敢是要為下一步 沒收民企財產做準備 中國民營企業努力打拼 創造就業 但公司隨時可能一下子全部沒有了 王瑞琴說 因為共產黨政權的本質 和民營企業就是對立 共產黨廣告生產資料供有制 但國營企業效率低 民營企業發展更好 就有影響力 有一些影響力的民營企業 政府現在都開始系統性的疏離 通過所有手段 要你表態 聽黨話 跟黨走 如果你不表態 就變宣大悟 但好像馬雲 你的影響力大過政府 就算表了態 效了中疫不夠 要整肅 王瑞琴說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訂閱、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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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usa 按讚 按讚 這邊 按讚 按讚 感谢观看